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们有一定的努力行为 那在这种情况下被驱逐还是不一定会实现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房客租客可不可以在封锁期间终止合约 这个就是显得有一定的不公平性在里面 房东是不可以 但是房客按照正常的程序给21天的通知就可以终止合同 或者他的租约正好在这个定期租约正好在这个期间到期 他也可以选择离开 第三个问题就是房东呢 最早什么时候可以上涨房租 这个当中呢 有一个大家听了很多的一个词汇叫 Rent freeze 租金冻结 那也就是说政府呢 已经确认了租金冻结 从2020年3月26号起 为期为6个月 这个意思就是在你6个月之内呢 每周的租金的数额不可以增加 并不是说呢 租客可以停止而不付租金 这个有很多房客呢 他会有一定的困惑 然后经常会问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不用付租金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第二点呢 最早什么时候可以涨租金 理论上是讲呢 9月 今年的2020年9月底开始 就可以再一次的涨租金 但不要忘了 你还是有要给房客60天通知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但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这个疫情发展每天都不一样 政府很有可能从现在到将来的6个月之内 又出台新的法律 那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暂时 政府跟我们讲的一些法律更改 不排除在不久的未来 又有新的更改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在涨房租 比如说我们9月底开始要涨这个房客的房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不能涨超过于当时市场租金的一个房租 比如说你现在的租金 这个房子的市场租金是700块 然后9月份 因为种种原因 经济原因 房市原因 很有可能这个房子只能租 在当时的情况下 暂时只能租650块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涨房租从700涨到720 那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要看当时的租金情况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来问 是谁来确保大家 也就是说房客与房东 来遵守这些新的法律呢 其实就是跟所有的租房相关的纠纷 同样一个地方叫Tendency Tribunal 翻译过来就叫租房法庭 但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呢 现在Tendency Tribunal一般的 非紧急的Case 他基本上暂停受理 可能他工作人员也比较少 然后只是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 那像有没有涨租金呢 或者是被驱逐 看他的Case的性质 很有可能呢 他暂时不受理 如果他觉得你的Case比较严重 然后时间性比较强的话 他可能会优先处理 还有一些网友呢 会问在当前的情况下 出租房招租是不是变得很困难 这是一定的 因为在封锁期间 也就是lockdown period 中介也好 房东也好 是不可以带人去看房的 什么open home啊 只要是任何的商业行为 需要去见人 或者是去出行的话 都是不允许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很难出租 也会影响到房客出行去看你的房子 那作为专业的管理公司 我现在不得不又为乌诺说一句话 我们是在lockdown之前 把所有的房子的视频都已经拍了一遍 而且呢 现在就是每天的一点半 在Facebook上面直播 放一些这些房子的一些video 然后直接回答房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有一些房客他以前看过房子 或者是他觉得我们的视频拍的很满意 他相信这个视频 所以愿意在没有看房的情况下 就申请要租这个房子 不是没有 我们现在申请了 收到了三组人的 对不一样 三个不一样的房子的申请书 那这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情况 那大多数情况的情况下呢 房客还是要亲自的看房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一家人或者是几个房客 都要看这个房子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能给人看房还是比较困难 会直接影响出租 所以呢 一切都要看这个lockdown之后会怎么样 那我相信lockdown之后 房市暂时最起码在近阶段会比较火爆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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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